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剛 本期視頻我跟大家分享的拌菜 薑汁長豆角 首先我們準備長豆角一小把 去頭去尾之後切成10厘米左右的段備用 準備生姜一小塊切成薑末備用 下一步開始調味 碗中加入適量的食用鹽 加入味精一小勺 加入適量的米醋 加入生抽醬油兩勺 加入少許香油 最後加入蠔油一勺攪拌均勻備用 加蠔油的目的是增加鹹鮮味 同時增加汁水的粘稠度能夠掛汁 下一步開始預處理 首先我們把鍋燒熱 鍋燒熱之後加入寬油 油溫6成熱之後下入處理好的長豆角 轉中火把豆角炸至斷生 豆角斷生之後倒出備用 然後鍋中加入適量的清水 加入適量的食用麵鹼 加入適量的食用鹽 然後下入斷生的豆角焯水 大火燒開之後倒出用清水透涼備用 焯水的目的是使其更加脆綠 以及能夠去除多餘的油脂 沖涼是為了口感更加爽脆 豆角透涼之後撈出擺盤即可 最後再淋上調好的薑汁即可上菜 一道清香脆嫩的薑汁長豆角就制作完成 下面開始技術總結 第一 薑汁開胃解暑 是穿在24味型中典型的冷菜系列 第二 最好選擇比較老的生薑 這樣更加出味 長豆角最好將其煮熟一些 不喜歡過油的同學可以直接用麵鹼加鹽煮熟 第三 薑汁調味只需要用薑末 鹽 味精 醋即可 特點是清香爽脆開胃 薑汁豆角的技術總結完畢 關注美食作家王剛 這裡總有一款屬於你的菜 ASD 雷